我們到那個 紅錢的蘋果園 聽說他們這邊呢 有這個 十五六十種蘋果吧 這邊的蘋果就是青森蘋果 你看這個旁邊的樹上面啊 很近的樹上面都結滿了蘋果 令格令格 Yeah 蘋果園 它這個樹上真的超多蘋果的 是活生生的蘋果 不是假的喔 而且呢 它光這個車道的外面 它就擺了至少四五種品種 看這個是青蘋果 它還有這個樹是細細長長的 那也是蘋果 但是這種小蘋果 那我們現在要進去囉 Let's go 在蘋果 你看有蘋果郵箱耶 超可愛的 紅錢市的蘋果公園呢 從八月到十一月是採收的季節 這個蘋果公園呢 是免費參觀的喔 連盆栽都是蘋果 蘋果盆栽 你呢甚至還可以報名採摘蘋蘋果的體驗 它會收錢 但收的那個錢呢 就等於呢 你摘下來的蘋果可以帶回家 前面呢有一個提蘋果的小女孩 快點給他拍照吧 看誰呢可以拍去跟他一樣痛苦又辛苦的表情 冷藏的地方呢有賣蘋果飲料 蘋果酒和蘋果汁 然後呢這個是比較稀有的蘋果 也比較貴 一顆呢要250日幣喔 你看這裡的蘋果呢一公斤最低只要330日幣 那一公斤呢大概是兩顆 這一區呢可以試吃蘋果再決定呢要不要買 而且這個試吃蘋果可以吃到飽 黃鈴吃起來太像梨子了 陽光超有蘋果味又夠甜 但也夠酸 這個呢就甜 蘋果比較少 這個 我們一次通過的陽光最好吃 好 上老闆買了蘋果 250塊我想直接吃吃看它到底有多好吃 好吃的話就買回去囉 這是我賣的 蘋果 感覺蠻好吃的 啊 Full Full Yep 如果想吃現在可以問一下工作人員 能不能幫你直接的切蘋果 那我今天呢剛好遇到一個超親切的阿姨超幸運 她呢就幫我立刻現切我買的蘋果 OK 大家高興 大家高興 夏老闆要來試吃一顆250日幣的厲害蘋果了 開動 其實有品種 但它蘋果味不是那麼重 其實很高 香香的 但蘋果也不重 夏老闆不 這裡呢有賣很多蘋果系列的商品 夏老闆決定買蘋果派來試吃 蘋果派 我拿一個 我們來吃吃看蘋果派好不好吃 好我們現在要這個蘋果派試吃 第一個蘋果派 蘋果派 蘋果派 不甜耶 蘋果的味道很像 好吃喔 不錯喔 這個牌子 一個大概 130日幣 好 第二個是這個 蘋果形狀 咖啡的時候 拿一根棒子 你要看 其實香檳之下這個好甜 這比較不甜 香檳之下比較甜 第三個 這個 這個是銅鑼燒 銅鑼燒形狀 然後中間是蘋果 過泥的這個 葡萄燒 它蘋果味道比較重 然後酸味夠 第四個是這個 天啊 看起來很厲害的蘋果派 那裡面有蘋果 這摸起來 摸起來好像橘子喔 感覺很像橘子 非常甜 太皮比較酥 但蘋果很甜 嗯 嗯 只有甜 沒有酸味 好 最後我還是選擇配件這個 來這紅錢的大料買 這個品牌 香老闆呢 在紅錢蘋果園的遊客中心 專賣各式各樣蘋果商品的商場 買了蘋果派 蘋果醬油和蘋果奶油 那這裡呢 居然還可以退稅喔 真的很方便 香老闆買了什麼 香老闆買了蘋果醬油 然後這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我也買 蘋果醬油 這個 我還買了一罐 這個 光靈 好 這個小板該買的都買齊了 開心 那我們就可以往 下來哭滴滴 眼目山 我們看一下眼目山 啊 這樣看真的好清楚喔 從蘋果園的平台上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岩目山 那之前呢 在紅錢城石呢 也有拍給大家看過 可是呢 在這邊拍更清楚 不知道為什麼 舊團變成在這個牌子前面唱歌 太厲害了 哇 它還有這種蘋果耶 你看 超像小櫻桃結在樹上的 路邊 路邊 有一個會唱歌的蘋果石牌 沒想到呢 這首歌 團友 也會唱 蘋果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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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了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那推薦大家 喜悅 除了來東北賞風外 也能去摘蘋果 畢竟呢 青森蘋果真的超有名 今天的蘋果園Vlog就到這裡囉 舊團一起出去玩 遇到新朋友真的很開心 下次見